我和陈北佳是商业联姻,先婚后爱。 婚后,他一直对我很好,每当在我耍小兴子时,都不厌其烦地哄着我。 在极度缺爱的环境下成长的我,很享受这样的宠溺。 我也以为,他真的爱上我了。 在他朋友的酒局上,那些人嬉笑着, 嫂子,您都不知道,佳哥以前有多爱玩,这得亏是碰着您了,不然,他还得继续玩呢。 是啊,嫂子,您太厉害了,佳哥能为了您浪子回头,多少女孩子见了不羡慕啊。 我脸颊有些红,羞涩地靠在陈北佳的肩膀上,玩耳一笑,不过是在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人罢了。 他们都说,我是谦虚。 这天是和陈北佳的第三年结婚纪念日,如往年一样,我很早就挑选好了礼物,在家里和保姆上上下下布置晚宴。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我刚准备打电话给陈北佳,就正好接到他给我打来的电话。 我高兴地接起,对面的话语声先一步响起,略带歉意,碎碎,今天公司出了点问题,需要我加班,这次的纪念日可能不能陪你了。 你吃完东西,记得早点休息。 我笑容停滞在脸上一瞬,随即勾起一抹善解人意的笑,没关系,工作重要,纪念日可以补。 后来他匆匆挂断电话,我一个人简单吃了点,有些无趣。 正准备去洗漱,朋友圈突然刷新出来一条新的动态,是陈北佳发的。 陈北佳,终于又让我等到了你。 配图是一张他的手与另一个女生食指相扣的画面,而我们的婚戒也早已被他摘下。 我愣在原地,手指一直摁在屏幕上不敢动。 尽管心脏砰砰跳得厉害,还是强忍着颤抖的手,截图下来。 我迅速给陈北佳打去一通电话,没有大吼大叫,只是平静地询问。 北佳,你朋友圈那张图,是在等谁呢? 电话对面的人静了半晌,语气有点不耐烦,那张图不是我以前和你一起拍的吗? 江岁岁,你在怀疑我。 我哑然。 确实,我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证实那张图到底是不是陈北佳在外乱搞。 我拧了拧眉心,瞬间心软,愧疚敢涌上心头,便放软了语气。 抱歉北佳,我只是不太记得我和你拍过这张图。 陈北佳语气生硬,像是在怪我,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因为工作上的事,我不能赶回去陪你是我的错,但也没必要这么怀疑我吧。 我以前对你的好难道你都看不到吗?我怎么可能会背着你乱搞? 碎碎,你今天的怀疑让我感到很失望。 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见陈北佳这么和我发脾气。 我总觉得,他越是这样,越是要向我掩盖什么事实。 可又想起陈北佳往日对我的好,愧疚敢占据了理性。 再去刷新陈北佳的朋友圈,那条动态已经被他删了。 我有些懊恼,没有第一时间去确认,而是质问。 刚来到沙发上坐一会儿,就接到一个匿名号码发来的一张照片和信息。 江小姐,再不好好盯紧自己的老公,可就要变成笑话了。 图片里,正是我那结婚了三年的丈夫陈北佳, 而她身侧,站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 二人食指向扣,并肩而行,好不暧昧。 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我呼吸一致,浑身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 冷到了极点。 许久,才缓缓打出一行字,回复那人的信息,酒店地址,发我。 她随即发来一个地址。 我独自一人,开车前往酒店,刚下车,就看到陈北佳牵着一个女人的手, 两人有说有笑地从不远处走来,手里还拎着刚从路边摊买来的闸串。 我趁机躲在了一棵大树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一份闸串。 我记得,陈北佳最不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路边摊了,和我一样。 可如今,女人拿着一串炸豆腐,笑嘻嘻地喂到陈北佳嘴里。 陈北佳吃得很开心,蘸料粘在她嘴角旁,女人又点起脚,很温柔地舔是她的嘴角。 我看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捂住了嘴,心脏像是被人用力捏住一般,电流一般,疼到身子麻木。 北佳,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开始,我好害怕,我们又一次分开。 女人娇嘻嘻地喊陈北佳的名字,抱住她的腰,将头埋进她的怀里。 陈北佳则温柔地抚摸女人的头,耐心哄道,乖,思思,这世界上没人可以再将我们分开了。 思思,这个名字,记忆像出了电一般,流进我的脑海里。 我记得,陈北佳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叫裴斯。 陈北佳在和裴斯恋爱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整日游手好闲,甚至到处和别的女人玩。 后来裴斯不愿意跟他一块享受贫穷,孤身一人走了。 从那时起,陈北佳才开始奋发图强,努力钻研创业,年纪轻轻,从商业界一众老奸巨华里,杀出一条血路。 当年我父亲正是看上了陈北佳这个潜力骨,拿来好好培养了一番。 他的眼光果然没错,陈北佳成功了。 他功成名就,选择和我商业联姻,正所谓强强联手,一套操作打下来,在商圈里彻底站稳了脚跟。 陈北佳每每和我提起裴斯,眼底从来都是掩饰不住的厌恶,那个拜金女就让她后悔去吧。 然后温柔地亲亲我的额头,说,还好,我现在有你了,碎碎,你一定不能离开我呀。 可如今,陈北佳却和这个前女友走在一块,好不恩爱。 陈斯扬起头,泪眼汪汪地望着陈北佳,手里还举着一串豆腐皮儿,可怜兮兮地说,可是你已经和江家那位小姐。 都到了现在,我还稀记着,陈北佳对我还存有一点感情。 稀记着,我对于她而言,是个特别的存在。 我想从她嘴里,听到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比如,我还喜欢江碎碎,可陈北佳冷哼了一声,毫不犹豫道,你说江碎碎啊,她不过是我在商圈的一块跳板罢了。 我怎么会真的看上她呢? 我喜欢的人,永远只有你呀。 我难以言表现在的心情,只觉得,脑海里速成的世界已经濒临崩塌了。 我像是个笑话。 我和陈北佳虽然是商业联姻,但婚后的生活,让我早就对陈北佳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这三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过争吵。 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永远这么过下去,可如今看来,梦该醒了。 我没有再去看陈北佳和他小白月光的互动,擦干脸上的泪痕,开车回去了。 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而现在,还不是让外人插足我们感情的时候。 驱车回了别墅,我让保姆把餐桌上的食物全都倒进垃圾桶里,一点渣也没给陈北佳留下。 顺便把给陈北佳买的限量款手表,随手丢进了垃圾桶。 做完这些,我进了书房,坐在办公椅上,敲起二郎腿。 然后,打电话给一个叫荣奇的男人。 电话接通后,传来荣奇恭敬的声音,江小姐。 骨节哒哒地扣在桌面上,我沉着声,缓缓道,裴斯的资料,找出来,发我。 好的,江小姐。 第二天,我约了裴斯在咖啡馆见面。 一开始,裴斯还想装一装,坐在我对面,拉住我的手,泪眼朦胧地祈求我。 江小姐,我和北佳是真心相爱的。 您有钱有地位,也不缺他这么个男人,求求您。 把他还给我吧,好不好。 他哭得梨花带雨,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那个小三呢? 我敲着二郎腿,不紧不慢地说,听说你在国外找的那个有钱的男朋友破产了,这才想着回国。 怎么,看到陈北佳发达了,又想回来了。 裴斯脸色一变,半赏,才继续示弱。 江小姐,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是我在北佳最落魄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与金钱没有关系。 我养了养下吧,逆着他,开门见山。 五百万,拿了钱就滚到国外继续待着去,别回来烦我们。 裴斯一听,犹豫片刻后,忽然笑了。 江碎碎,你当我蠢吗?五百万,连陈北佳的身价一个零头都够不到,你就妄想拿这点钱打发我。 我告诉你,我们北佳说了,总有一天,他会把你甩了,然后娶我,让我过上妇家太太的生活。 裴斯说得有多信誓旦旦,我就觉得他有多可笑。 陈北佳才不会娶他呢,至少在我那便宜爹没死绝之前,他是不会和我离婚的。 他的成功少不了我家的帮助,他离不开我家。 说来说去,不就是觉得钱不够吗? 你开个架好了,我懒懒地开口。 这场谈判,我多少已经有些疲倦了。 裴斯突然脑子抽风一般,冲到我面前跪下,扯着我的手,哭得凄惨。 江小姐,我和北佳真的是真心相爱的,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保证不会动你陈太太的地位的,我只是和北佳好好在一起而已,求你。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裴斯就被一只手拽到了身后。 江碎碎,你在干什么? 头顶,是一个人带着怒意的声音。 我挣了几秒,抬头看去。 是陈北佳。 他将正在哭泣的裴斯护在身后,恶狠狠地瞪着我,仿佛我杀人放火,罪大恶极了一般。 我扬起一抹善解人意的笑,如往常一般。 北佳,你怎么来了? 陈北佳一副被怒意冲昏头脑的模样,紧握着裴斯的手,眼中满是愤怒,再也没了往日般看我时的温柔。 为什么要为难思思? 我心脏猛地一紧。 果然,人心都是肉掌的。 动过情的,哪怕决定要放下了,还是会在这种时刻,感觉到心痛。 北佳,你不是说过你最爱我吗? 那裴斯呢? 我在你眼里,究竟算什么呀? 我看着他,眼中满是忧伤与不解。 只不过,我是装的。 陈北佳看到我这副模样,愣了一下,随即放柔了几分声音。 碎碎,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 他身后的裴斯健壮,不满地扯了扯他的衣袖。 不过这份不满,并没有让陈北佳看到。 裴斯脸上还挂着泪,我见有脸,江小姐,求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这副模样,直接让陈北佳整个人心都化了。 老实说,我也想装,但我实在是装不出来。 北佳,我声音很轻,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希望你到时候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毕竟,我们当初如此相爱过。 我说完,转身离开,留给陈北佳一个落寞的背影。 这些个臭渣男,不就是爱看女人为了他们伤心难过的样子吗? 虽然这招只能激起陈北佳对我那么一丝一毫的愧疚, 不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小助理荣奇开车来接我。 一坐上车,我就戴上了墨镜,缩在后座的一脚里。 荣奇健壮,面露男色。 好半赏,才开口安慰我。 江小姐,别难过了,您这么好, 一堆难得为您前扑后继,不差陈北佳这一个。 荣奇不会安慰人,但是看得出来她这句安慰的话憋了很久了。 我笑了笑,脸上一扫而过刚刚的阴霾, 我爸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只不过总裁身体大不如前, 许多老股东都开始蠢蠢欲动了。 盯紧了,小荣子。 我会的,江小姐。 眼底闪烁着浓浓的野心。 区区爱情算什么? 陈北佳旗下的公司,以及我爸的公司,我都要。 才回到别墅不久,当天晚上,陈北佳就回来了。 如往常一般,他看我的眼眸里荡漾着浓浓的柔情。 他真是会演戏。 要不是我后来私底下调查过, 发现陈北佳在培斯还没回国时, 就背着我在外面调过好几次, 我都要信他了。 奥斯卡影帝讲,应该单独给他搬一个的。 陈北佳来到我身旁蹲下, 拉起我的手握住, 碎碎,还在生气呢。 没和你说培斯回来的事情, 是我的不对, 只是他身世太凄惨了, 在国外无依无靠这么久就算了。 他父母还重男轻女, 要求他这个做姐姐的无条件帮衬弟弟。 培斯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会找我帮忙的。 我想,做人做事不能做太绝, 好歹我和他也算有过一段缘分。 瞧瞧,多么标准的渣男语录, 我在心里嘖嘖称奇, 如果不是我调查过。 知道培斯没有父母, 从小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 我真的要信了。 面上依旧对他笑, 努力挤出两滴鳄鱼眼泪, 真的是这样的吗? 北加,我以为你不爱我了。 陈北加看得心疼, 连忙将我抱在怀里, 温柔地哄着我, 我怎么会不爱你呢? 你可是我的妻子啊, 我只不过是看培斯太惨了, 顺手帮帮他而已。 我点点头, 捧着他, 还是我老公心地最善良了。 我只要知道, 你还爱着我就好了。 这一次拥抱, 恶心道让我想吐。 陈北加抱起我就往楼上走, 我心底涌上一丝不好的预感。 我猜到他想做什么, 在他即将张嘴的前一秒, 堵住了他的话, 北加, 一会儿你可以去帮我煮一碗 浆糖水吗? 我生理期肚子不太舒服。 陈北加闻言, 皱了皱眉, 我记得你生理期不是这几天啊, 这次生理期怎么提前这么多天? 陈北加为了讨得我和我父亲的欢心, 在细节方面各种体贴照料。 连我自己都记不住的生理期日子, 他都记住了, 还会在我每次快来例价前, 提醒我不能吃冰的和辣的, 可以算得上是事无巨细了。 可能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吧, 最近我爸公司的事也不少呀。 提到我父亲的公司, 陈北加眼眸沉了沉, 过了会儿才重新勾起一抹笑, 叔叔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啊, 找个时间,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 好, 我事事都顺着陈北加, 让他以为, 我依旧是之前那个, 只会乖乖听他话的小白兔, 可, 小白兔也有可能是披着狼皮的呀。 陈北加把我放到床上, 说下楼给我煮浆糖水, 但我知道, 他不过是下楼, 叫保姆煮给我而已。 这几天, 陈北加总是以公司忙, 没空陪我为由, 去陪他的小白月光陪司。 我坐在书房里, 敲着二郎腿, 看着面前的监控, 笑容扩大, 却不达眼底。 荣奇站在一旁, 把刚收集好的资料递给我。 江小姐, 这些就是我查到的陪司的目的了。 我接过资料, 随意翻动页面, 匆匆看了一眼, 被一张图吸引了视线。 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富, 是陪司哄着陈北加, 签下了一份赔偿金额 高达数亿元的保险。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 最后抬了抬视线, 定格在监控屏幕上。 里面, 陈北加正和裴斯高兴地在逛商场。 小荣子, 太久不逛商场了, 你陪我去逛逛吧。 我站起身, 言笑艳艳。 我发信息轰炸陈北加, 叫他陪我去逛商场。 陈北加被我闹得烦躁, 一条信息过来, 单单一个语气词都恨不得吃了我。 江碎碎, 我说了我在忙我很忙。 你能不能不要再发信息来了?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这么闲吗? 你也不想爸知道你这么不懂事吧? 我心里发笑, 陈北加居然会因为这点事, 就搬出我爸。 不过, 正合我意, 我可怜兮兮编辑了一条信息过去给他。 北加, 我错了, 我不吵你了, 你别告诉我爸, 你也知道他最不喜欢我了, 要是被他知道, 肯定会打我的。 对面的陈北加看到我这条信息, 肯定得意极了。 我爸重男轻女, 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在他眼里, 女人都是废物, 没用的东西, 包括我妈和我。 世上的所有女人只配做她的傀儡,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我妈, 就是这么被她逼死的。 我活在便宜爹噩梦般的阴影下, 磕磕绊绊长大。 对于陈北加这个他亲手挑选的女婿, 她比我还喜欢, 甚至有意向, 等她退位, 将未来的江氏集团送给陈北加呢。 因为在便宜爹的眼里, 女性是不被允许继承她的家业的。 我拉着戎旗装作不经意间, 在商场里逛了好多家店, 最后撞上了陈北加。 陈北加看到我时, 表情愣正了许久。 她怎么也想不到, 我会好死不死, 今天选择来这一个, 我以前最不爱来的商场。 还不等我装委屈, 她便先发制人, 堵住了我的话。 江碎碎, 你跟踪我。 我表情惶恐, 眼眶里喘着泪, 不可置信道。 北加, 你怀疑我。 你说的忙, 没空陪我逛街, 就是忙的这个事吧。 我指着陪思, 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 陪思看我的眼神, 别提有多得瑟了。 她躲在陈北加身后, 笑意盈盈。 江小姐, 你不如考虑考虑 我之前和你说的, 我不动你陈太太的身份, 你也别管我和北加谈恋爱, 你依旧有身份有地位, 我也有了北加, 双赢呀。 她天真的说, 我瞥了一眼陈北加, 她一言不发, 想来也是在心底里 认同陪思的 这番大胆言论。 我冷笑, 还真以为是在古代 三妻四妾呢? 既然你的心不在我身上了, 那我们准备一下 离婚事宜吧。 我淡淡望向陈北加, 眼底写满了失望。 我走时, 陈北加没追出来, 估计是陪完陪私, 才会来找我。 毕竟, 我爸对他太过纵容。 他已经忘了自己起个什么东西了。 果然, 晚上八点半, 陈北加才回来。 我把离婚协议摊在桌上, 失望到, 陈北加, 我们离婚吧。 他一改往日的温柔, 逼近我, 伸手掐住我的脖子。 猝不及防, 窒息感让我难受地拍打他的手。 陈北加, 你干什么? 离婚。 江岁岁,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你有什么能耐跟我离婚? 你爸那么厌恶你, 跟我离婚, 你以为你还能剩下什么? 我惊恐地望着他, 逗大的眼泪滑落下来, 滴在他的手背上。 不过这都不能换回 陈北加对我的一丝情意。 陈北加将我重重甩到地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我实话告诉你吧, 爸已经决定 要将僵事转让给我了, 就在下个月的家宴上。 所以, 你最好合计合计清楚, 是舔我, 做一个本本分分乖巧的陈太太, 还是跟我离婚, 流落街头。 陈北加转身走了, 走前, 吩咐了这栋别墅的保安, 看好太太, 别让他踏出别墅半步。 我被陈北加软禁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过, 他越是这样, 我就越兴奋。 凌晨三点半, 我的窗户被人敲响, 睡觉被人打扰, 我烦躁地伸手拉开窗帘。 看到荣奇正趴在我的窗户上, 我有些纳闷, 赶紧打开窗, 你怎么来了? 荣奇略带歉意地进来, 说, 我听说陈北加把您软禁了, 不太放心, 所以来看看。 外面的保安盯得紧, 他只能爬墙。 荣奇是我从小在路边捡回来, 精心培养的助理,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我基本都会找他。 有变动我会私信你, 不用这么紧张, 我坐到椅子上, 敲起二郎腿, 我爸那边怎么样? 下个月的家宴, 我那便宜爹就要选择 把姜氏让给陈北加。 速度之快, 是我没想到的。 陈北加在哄我爸这方面上, 倒是像极了我后妈, 都很有益手。 姜太太肯定不会同意 姜总把姜氏拱手让人的, 所以背地里一直在查 陈北加的黑料, 打算将其放在宴会当天, 供人观赏。 我眯了眯眼, 笑了。 那就让这把火烧得 更大一些吧。 我让荣奇匿名将一些 陈北加出轨的录音和视频 发给后妈, 然后坐享其成。 我和姜家的抗争里 从来没有陈北加, 既然陈北加这么大胆, 非要进来掺一脚, 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 这一个月里, 陈北加都没有回来过。 荣奇一直帮我暗中监视着 她的一举一动, 记录下她和培斯的所有甜蜜瞬间。 陈北加已经完全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了, 以为我那便宜爹要把僵尸给她, 她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所以, 她已经开始跟培斯享受生活了。 僵尸家大业大, 确实是不用愁。 但陈北加还是太天真了, 她不知道, 培斯是因为在国外赌博, 欠下了太多债, 没办法才跑回来的。 以赌徒挥霍无度的方式, 多久能把一个僵尸掏空呢? 陈北加根本撑不起培斯的野心。 家宴前一天, 陈北加终于舍得回来了。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冷眼看着她。 陈北加, 你知道囚禁是犯法的吗? 陈北加又开始拿出她一贯的伪装方式, 半跪在我脚边, 轻轻和我说, 碎碎, 还生我气呢。 我这还不是怕失去你吗? 这个月, 我都没敢回来打扰你, 想让你有个空间清静一下。 我这么爱你, 你看不到吗? 她总说她爱我, 实则只为了将我铺成一条听话的狗。 只怪我以前太过天真, 信了她的谎话, 索性, 我没有陷得太深。 明天就是宴会了, 宝宝, 你乖乖地, 等我继承了僵尸。 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陈北佳信誓旦旦地开口, 我静静地看着她装。 这些年, 我爸也早就把她培养成了大男子主义了, 只不过还不是很明显。 我想, 等她彻底继承了僵尸, 就会圆形毕露了吧。 我伸出手, 拖起她的下巴, 可是北佳, 我不希望我丈夫的心思出现在别的女人身上。 陈北佳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 我早就和她断了联系了, 我发誓, 碎碎, 我和她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我还是最爱你的。 好一张到处骗人的嘴, 我眯了眯眼睛, 随即轻笑, 真的吗? 我就知道, 北佳你不会抛弃我的。 我清楚地明白, 陈北佳这次回来和我说好话, 只是害怕我到时候在家宴上发疯, 把他出轨的事捅出去, 让他名誉扫地, 影响他继位。 但是陈北佳, 这次让你在家宴上颜面扫地的, 不是我哦, 那可是我, 亲爱的好后妈。 十六, 家宴当天, 我盛装出席, 和陈北佳穿着标志性的情侣装。 来到宴会, 见到了我那许久未见, 日常板着脸, 不苟言笑的父亲。 他看起来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如今被病痛扰着,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时不时还会咳几声。 父亲看到我乖乖挽着陈北佳的手, 买一地点点头, 看来, 北佳对你不错呀。 碎碎, 你也要好好学着点, 如何做好一个贤妻良母, 你们结婚这么久了, 也是时候生个孙子出来给我了。 我卫里翻江倒海, 面上依旧挂着笑意, 知道了, 父亲。 我这便宜爹重男轻女到什么地步呢? 女人, 只是为了替她生下能够传宗接代的药祖的工具, 只需要做她无聊时消遣的玩意儿。 作为一个女性, 你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 更不能忤逆她的话。 我妈刚生下我时, 还没出月子, 就被她家暴, 质问我妈为什么不给她生个儿子。 我妈伤心欲绝, 最终在父亲又一次的家暴中, 当着仅有七岁半的我的面, 在深秋冷冽的风中, 含泪上吊了。 而便宜爹最常干的事, 就是掐着年幼的我的脖子质问我, 为什么不是个带靶的? 有时候, 她看我不耐烦, 轻则不让我吃饭, 重则拳打脚踢, 然后继续在外面到处找女人, 给她生儿子。 不过, 那些女人最后怀上的都是女儿, 更有甚者, 带着别人的儿子, 来冒充是便宜爹的孩子。 后来便宜爹娶了一个非常会哄着她的后妈。 但后妈也没能为她生下一个儿子, 都是报应。 宴会上, 我和父亲的交谈并不多, 大部分都是看他们两个在聊。 这次宴会来了很多人, 办得很隆重, 可见父亲的决心了。 我粗略扫了眼人群, 发现藏在里面的培斯, 勾了勾唇, 这下事情变得有趣多了。 过了会儿, 父亲登台, 准备宣布江家继承人的事情。 陈北佳直勾勾地盯着, 生怕错过一丁点信息, 眼底满是骄傲自豪。 再过几分钟, 他就是僵尸的继承人了。 忽然, 身后的大屏幕上, 放出了陈北佳出轨的画面。 视频里, 陈北佳轻轻捧着培斯的小脸蛋, 低头吻了又吻, 说着甜蜜蜜的话, 宝宝, 你好甜啊。 人群一片沸腾, 父亲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久久都没有宣布将是继承人的事情。 陈北佳脸色大变, 冲上来质问我, 江碎碎,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那些视频是不是你放上去的? 我准备好了提前湿润的眼眶, 神色忧伤地望向他。 北佳,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解释一下, 视频里的画面吗? 我那么爱你, 我父亲那么重视你,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背叛江家, 陈北佳愣住了, 正正地望着我, 他怎么也想不到, 我会咬死, 不知道他出轨的事情。 大家快看那个, 那不是陈总出轨的对象吗? 不知道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 瞬间落在躲在人群中的 裴斯的身上。 裴斯原本是想偷偷来玩的, 虽然陈北佳再三明令禁止他来, 他还是偷偷跟来了。 毕竟, 这么盛大的宴会, 他可是从来都没体验过。 就算他之前在国外 跟了个有钱的男的, 他也没享受过这样的宴会, 怎能让他不眼红? 如今,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他身上, 他无措地抬头, 看向陈北佳。 他想让陈北佳帮帮他。 起料, 陈北佳二话不说, 冲到他面前, 抬起手, 重重扇了他一巴掌。 谁让你来这里的? 我不是说了叫你别来吗? 裴斯被打懵了, 咬着牙恶狠狠盯着陈北佳。 陈北佳, 你敢打我? 你不就是个女的, 我打你怎么了? 陈北佳脱口而出。 说出来后, 他才意识到, 他的言论在众人面前, 有多上步的台面。 我静静注视着这场大戏, 尽量装得被陈北佳伤得很深的样子。 实则, 心里在笑, 很好。 陈北佳已经彻底染上我那便宜爹的陋席了。 现场乱成一团, 宾客纷纷议论。 陈北佳心里打鼓, 望向我父亲, 爸。 父亲眉头皱着, 匆匆宣布了宴会提前结束。 没一会儿, 整个宴会大厅被青北指剩下我, 陈北佳, 以及裴斯, 还有便宜爹和后妈。 后妈抿着唇, 表情显得很失望。 陈北佳, 我们江家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 我们岁岁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对不起她的事? 看上去, 这后妈是在帮我。 只有我知道, 她曾对我做下的事, 有多恶心。 后妈刚说完, 父亲的管家上前, 巧声对父亲说了句话。 父亲怒从心头起, 不由分说一巴掌, 重重甩在了后妈脸上。 后妈被打得趴在地上, 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向父亲, 老公, 你为什么? 父亲指着她, 怒不可遏, 你在宴会上放陈北佳出轨的视频, 是何居心? 后妈哑然, 她以为她清理得很干净了。 闹剧转向, 害怕得不敢说话的培斯身上。 她再怎么蠢, 也知道她这次闯祸了。 听说江氏集团的总裁脾气很差, 碾死她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父亲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了培斯许久, 最后缓缓开口, 老夫给你一次机会, 有多远滚多远, 再让我看到你缠着陈北佳, 别怪老夫不客气, 他让人把培斯嫁出去了。 这便宜爹真是聪明, 三言两语就把陈北佳摘干净了。 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说我。 我还在哭, 扮演得淒淒惨惨。 父亲冷眼看着我, 一张口就是满满的大男子主义臭味, 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 要你有什么用?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他把我赶回别墅, 单独留下了陈北佳。 我心里明白得很, 他会责骂陈北佳, 只不过是责骂陈北佳要找小三, 也不找个聪明点的。 一场闹聚下来, 我把别墅的保安开除了。 容其单膝跪在我身旁, 替我捶腿。 江小姐, 力道可还行。 我点点头, 他又用叉子插起一块水果, 送到我嘴边。 裴斯那边, 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问。 容其耐心回答, 属下去调查过了, 裴斯被赶出宴会后不久, 就和国外那几个追债的人会合了。 我冷哼一声, 摆弄着秀丽的发丝。 陈北佳, 笑不了多久了。 裴斯想要骗宝, 如果裴斯能成功嫁入豪门, 那么他和他的追债人皆大欢喜, 如果不能, 骗宝是他们留的后手。 我后妈那边呢, 我抓了抓容其的头发, 眼底闪烁着浓浓的笑意。 真乖呀, 像只小狗。 容其乖乖回话, 今晚上偷偷看过了, 他未给总裁的药, 加大了剂量。 没有哪个女人会容忍丈夫随时家暴自己, 自己还任劳任怨的, 如果有, 那就是想要的东西没要到手, 他在任而已。 这后妈说纯也不纯, 野心倒是大, 自己不能为便宜爹生下儿子, 但是想要便宜爹的资产。 所以这些年, 他没少给我那便宜爹投赌, 不过是少量多餐的头, 以至于, 便宜爹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 也没人察觉出是哪里不对劲。 勉强算是那后妈聪明吧, 容其给我按摩, 舒服得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是被人疯狂敲门吵醒的。 我推开别墅的大门, 就发现, 陈北佳满身是血, 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 看到我时, 艰难地伸出手, 压着声音求我, 救我。 我愣了半晌, 随即冲进别墅里拿手机, 斟酌着时间差不多了, 才拨通120, 救护车很快就把陈北佳拉去了医院, 一路上, 我表现得很是惶恐。 陈北佳全身皮肤被大火灼烧, 腹部被人插了好几刀, 腿也被人打折了。 这都不死, 很难想象这人, 命是有多大。 不过, 没死挺好的, 正好替我洗清嫌疑了, 免得我还要被带走去做调查。 等陈北佳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和医生简单聊了下他的情况。 医生意思是, 陈北佳会落下终身残疾, 多个器官受损, 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当个废物了。 正如我所愿, 等陈北佳醒了, 我带着一众警察进来。 我表现得很担忧, 冲上去, 北佳, 你终于醒了, 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你别怕, 警察一定会帮你的。 裴, 裴斯。 陈北佳躺在病床上, 口齿不清地发出暴怒的吼声。 那个贱人, 裴斯。 裴斯, 我愣了愣, 你是说, 你的那个出轨对象。 我特意将出轨对象那四个字咬得极其重。 陈北佳变成这副模样, 实在是不能完整说出来一句话。 警方只好先打道回府。 后来, 我让容奇把收集好的证据, 匿名交给了警方。 是陈北佳宴会当晚, 从我父亲家出来后, 就迫不及待找到被赶走的裴斯的视频。 那个时候, 裴斯早就已经串通好那群追债的人, 打算对陈北佳下手。 好骗饱了。 最后, 警方极力搜捕再逃犯裴斯, 还抓到了几个共同犯罪同伙。 我在媒体面前, 哭唧唧掉了几滴眼泪, 然后顺其自然地代替陈北佳, 坐上了他名下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少不了的质疑声, 都被我用多年来在江市办公积攒下来的实力, 堵住了嘴。 我原本是不能在江市工作的, 父亲说我是女的, 不配。 只不过那时候父亲让我嫁给陈北佳, 作为条件, 他同意我进公司工作。 这些年, 我从未停止过我的计划, 但我的计划原本只是针对江市。 父亲最引以为傲的不就是他的事业吗? 那我就要夺过来, 让他亲眼看着, 女人也能自立自强。 只不过, 这中途, 陈北佳好死不死, 横插进了我们的战争中。 陈北佳住在医院这些天, 父亲从未过来看过他一眼。 显然, 他对这个他精心挑选出来的继承者, 很是失望。 陈北佳在他眼里, 已经成了垃圾一般的存在。 再过不久, 我以陈氏董事长的身份, 见了父亲。 他坐在茶几前, 对我依旧是满满的鄙夷。 我懒洋洋地椅在椅子上, 无视了他对我的成见。 把玩这精致的古董茶具, 你以为当了陈氏的董事长, 我就会认可你了吗? 女人终究是上部的台面的, 父亲的话字字辱人。 我轻笑一声, 我什么时候需要你认可过了? 有这时间看不起我, 不如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我亲爱的父亲, 他此时已经很虚弱, 不能如往常一般板板正正端坐着了。 父亲还没开口, 就呕出了一口血。 我笑意不达眼底, 您还不知道吧, 这可是您的好老婆的杰作。 父亲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放下一个U盘, 转身离去。 后来传出来, 将太太被修了的新闻。 我躺在别墅一楼的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等荣旗为我吃果。 不多时, 别墅大门被敲响, 我拢了拢梯间, 去开门。 门外, 站着我那表情阴狠的后妈。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咬牙道, 我忍了这么久, 做了这么多的计划, 江碎碎, 你毁了我, 你知道吗? 我微微眯起眼眸, 伸手托起她的下巴, 愣着声音, 我小时候, 你为了讨我爸欢心, 把我的双手用绳子绑住, 挂在屋檐的事, 你忘了吗? 人在做, 天在看, 这是报应啊。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笑得人畜无害, 后妈心一狠,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 朝我刺来, 最后荣奇掩几手快, 将刀踢到一旁。 荣奇不只是我的助理, 还是我的保镖, 这是鲜少人知道的事情。 我笑着, 对荣奇说, 报警吧, 前继母被羞恼怒, 欲对前丈夫的女儿下杀手。 后妈被抓进去了, 不过, 我那便宜爹也早就病入膏肓, 半夜发病, 被紧急送去医院, 活不久了, 僵尸顺其自然地落到了我的手中。 这两个公司, 我打理得都极好。 抽空去了趟父亲的医院, 他自己说不出话了, 只能死死瞪着我。 我朝他笑, 您那引以为傲的事业, 如今在一个没用的女人手中, 很难过吧? 父亲, 您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让我进入僵尸工作, 我坐在旁边, 一点一点削着果皮, 一步错, 步步错。 你一生鲸鱼算计, 怎么就想不到, 你生的种, 也是个会算计的人呢? 我笑意不达眼底, 蠢货。 父亲被我的话气得脸色占红, 可因为说不出话, 只能无能地垂着床。 我将削好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 上面横插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我离开了, 没多久, 就传来父亲厌弃的消息。 我对外宣称, 不想让太多人打扰我父亲睡着的灵魂, 私底下, 潦草将它火化, 埋了。 陈北佳也因为伤得太严重, 多个器官在时间的推移下, 渐渐坏死, 濒临死亡。 我去看他时, 他尚且还能说几句话。 他说, 碎碎, 对不起, 以前都是我太混蛋。 我对不起你, 果然, 这世界上, 还是你对我最好。 我看着他那张被大火烧得 已经没了人样的脸, 顿感一阵恶心。 事到如今, 陈北佳还在骗我。 他哪里是知错悔改啊, 不过是觉得大势已去, 需要讨好我罢了。 我怎么会如他的意呢? 我弯下腰, 附在他耳边, 笑得轻蔑, 陪私要骗饱这件事, 我一直都知道。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演的, 为的, 就是让你们互相厮杀。 而我, 自然是坐享渔翁之力啊。 我关上了医院的大门, 特意吩咐,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能进入打扰陈北家。 到了饭点, 自然会有我的人, 给他送吃的。 一场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戏码, 在这一刻结束。 荣奇开车来接我, 对我说, 小姐, 恭喜你。 陪我去趟妈妈的墓园, 好久, 都没去看过他了。 我常常输了一口气, 坐在车上, 不知何时, 眼泪悄无声息地落下来。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所有的坏人, 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我也终于不用再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活着了。 可我也真正只剩一个人了。 荣奇静静待在我身边, 时不时递来一张纸。 她凑过来, 神色坚定, 信誓旦旦地抓住我的手, 对我说, 小姐, 别担心, 荣奇会一直陪着你的。 毕竟, 荣奇的这条命, 可是你就吓得呀。 ** ** **